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士的儿子威尔不远千里 坐轮船距往小岛与父亲相见 却不料途中遇到气质独特的妹子艾拉 望着如此美丽的姑娘 威尔怎么也不会想到艾拉来到岛上的真实目的 是想在此跳海自杀 原来艾拉曾经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儿子 但可惜他的儿子意外运势身亡 艾拉之所以想要自杀去往来世 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遗憾 再见而遂灭 可当艾拉去一一决作向大海时 威尔正好赶来讲起救戏 并把它安顿到父亲的收容机构 然而艾拉刚搬进这儿没多久 博士就宣布一个重大消息 那就是他发明一台可以看见来世画面的机器 只要有人躺进其中不断重启大脑 那么他在来世中的生活画面 就会以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机器中 但是重启大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毕竟一旦重启失败 使用者可能会当场死亡 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 艾拉提出寻找一具尸体 来放入仪器中进行实验 尸体很快到位 博士立马将尸体仪器连接 拉下开关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 遗迹的影像记录设备始终没有亮起来 既然实验无果 众人十分沮丧地离开实验室 夜晚拉林一心想要赶紧归还尸体的威尔 独次来到实验室 却无意间触发机器 这次机器居然神奇地启动了 威尔看到死者菲利普去往医院 探望父亲的情景 吓坏的威尔改忙记录影像后 关掉机器 这会儿的他意识到自己 必须仅快查出这段影像的来龙去脉 以确定来世到底存不存在 就在威尔刚要调查线索之际 他发现父亲这会儿竟然把助理给死退了 原来助理担心 因为嫉妒埃拉一来 就可以参与重担实验工作 而泄露不少有关机器的秘密 摸着如此小度机场的助理 博士自然是大手一挥 要求立马走人 经过这场闹剧有点精彩 但这会儿的威尔可没功夫欣赏 毕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与埃拉一起找到 菲利普的妹妹寻求帮助 他们得知现实世界的菲利普 根本就没有去过医院 这一证据也就意味着 威尔在机器中看到的 有关菲利普的影像 一定来自于来世 不过当威尔兴奋之余 刚要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城堡中时 发现自己的父亲 竟然进到机器之中进行测试 伴随着博士进入机器的一瞬间 威尔在机器的屏幕上 看到早已死去母亲的影像 显然在另一个来世中 威尔的母亲并没有选择自杀 而是开心地活了下来 终于博士参透了关于来世的秘密 原来来世是人们达到 另一个平行世界 选择不同人生的地方 兴奋之余 激动的博士立刻来到室外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不料关键时刻 之前被赶走的助理 却忽然出现 报复尊极强的他 认为是埃拉夺走自己的一切 愤怒之余 他果断掏枪击杀了埃拉 望着自己暗恋寻久的姑娘 突然死去 威尔受不了了 他马上带着埃拉回到屋中 将她放进机器中 希望能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 再看她一夜 最终威尔能否打破轮回 成功救出埃拉 或是继续沉沦于无尽的轮回之中 影片利用平行宇宙 限期时间的理论 对来世这一概念进行全新的阐释 当生与死不再精维分明 人类便可在不断的来世中 弥补金生的遗憾 纠正曾经的错误 那么所谓的金生 是否还值得我们去诊心 如果来世只不过是 金生的另一个版本 那么你会不会 义无反顾地 按下重置剑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